我個人覺得人生都走在邊際上 只是當我們在取決左邊跟右邊 上面跟下面的時候 我們是站在什麼樣的角色跟想法 我覺得繪畫更像人生 很像我們在看我們生活周遭的每一個決定 跟每一個選擇 其實顏色線條都像人生一樣 你面對這個畫面 你下一個步驟你要怎麼走 從生活裡面去體會 你的環境跟你面對的人事物 還有你周遭所有的一切 你到底對你自己 跟你跟這個環境你認識的多深 大概到去年開始 去年的作品裡面 我給我自己有一個功課 就是說我希望畫面裡面 有很多的東西可以開始大量的減少 比較屬於那種包裝性的筆法 其實有很多東西的轉折 在檯面底下它是真實的 但是我們在檯面上所看到的 它只是一個像 那我很多東西我要講到檯面底下的真實性 其實我繪畫裡面一直在表達的就是說 以我的心境 我看人世間的這種景物也好 人物也好 我是用這樣子的一種很自然的心理的這種感受 然後再繪畫 這幾年的展覽我沒有很刻意地說要畫什麼東西 我會隨著我心境的改變 我在看待這個人世間 我看待螢幕景 或看待龜山島 當你心改變了以後 你看到的東西會不一樣 你面對事情的處理也會不一樣 其實我們的身體一直在時間跟空間裡面流動 我們都一直在流動 可能我們自己不自覺 時間一直在消失 我們一直在老去 所以會覺得說 我們真的好像在逆水行舟一樣 或許你順水而流 你不覺得時間消失的那麼快 但是當你逆水行舟的時候 你會發覺過去的東西速度有多快 那其實這一些東西 也是構成我畫面裡面 有一種過往雲煙的感覺 它讓你覺得旁邊的事物 都一直在跟你錯身而過 大輪都一直把被拒掉 所以才會消失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